大家好,我是少年 虽然现在是平等社会 但是在雪楼地方依旧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印度的经典电影 《没有女人的国家》 一位女孩即将要生出可爱的小baby 所有的村民也非常的开心 但是,当得知生下来的孩子是女的后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所以刚被灌满白色液体 女孩的父亲将孩子泡在了这液体里 直到他断气 因为高额的嫁妆 让当时的印度人认为女孩就是一个诅咒 因为女孩稀缺 村里表演节目也都是男扮女装来抽搐 台下的男人却也显得非常兴奋 因为在当地他们看不到女人 古拉老爷爷有五位孩子 这五个孩子也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但是在当地连80岁的老婆婆都懒找 更何况要找一位妙宁女子 为此古拉让牧师奔波了十年都没有找到 如果不是报酬非常的高 显然不会有人对此事如此的伤心 但也因此有人找男扮女装的人来冒充 骗到了高额的报酬 可一般都会被发现 而且后果非常的可怕 有一天牧师在树林里 发现了一位在吃野果的女孩 他一路为随 总算找到了这女孩的家 在与女孩父亲的接触 牧师得知 父亲并不在意女孩是不是诅咒 只想他过得好 找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就行 但牧师对于父亲善良的行为并不在意 直接告诉父亲自己的真实目的 在十万元这个高额报酬面前 父亲也将自己的原则给抛弃了 同意了牧师的请求 当古拉带着小儿子莫拉 过来与牧师见到这女孩后 他想到了自己有四位儿子 想再给其他孩子找媳妇 简直比登天还来 所以他开出了五十万元 和五头母牛的价格 让女子嫁给自己五位儿子 至于如何分配女子 那就是每个儿子拥有一天 一星期剩余的两天交给父亲 女子悲惨的生活 因此就这样开始了 他白天要做饭 做家务 做一切辛苦的杂活 而晚上还要遭到无情的羞怒 对于这种生活 女子非常的绝望 但好在小儿子莫拉 给了女子一份温暖 因为他不像父亲和兄长 一样不把女子当人 而是每一次 都非常体贴地照顾女子 这让女子对莫拉产生的依靠 也表现出了 对其他人没有的温柔 这一行为引起了四位儿子 甚至父亲的嫉妒 只有父亲把莫拉考试成绩太差 当成借口 来发现了自己心中的怒火 最过分的是 几位兄长在莫拉骑车时 偷袭打晕了他 当众人找到莫拉时 他已经去世了 自己心中的寄托也没了 所以女子对这个家 已经没有了眷恋 他让家里一位杂工 找到自己的父亲 让他过来救自己 可父亲过来后 得知女子竟然还要陪古拉后 他是非常的气愤 于是 他找到了古拉 索要了另一笔费用 父亲的气愤 并不是心疼女儿 而父亲的出现 并没有解救女子 反而让女子挨打了 最后女子请求家里的杂工 带他逃出去 可在逃跑过程 杂工被开枪打死了 女子又被带回家中暖静 过了一段时间 女子终于怀孕了 但是村里的人 却突然说 这女子的孩子是他们的 于是父亲与村民引发了矛盾 剩下的四个儿子全部死了 父亲将这事 怪在了女子身上 打算骚死他 可却被家里的新杂工 给救了下来 影片最后 女子生了一位女儿 这一位悲剧 貌似还没结束 这部电影看的少年是咬牙欠视 重男轻女的问题在如今是非常的严重 对于少年来说 我不能理解家里延续香火的重要性 因为只要是自己生下来的孩子 我感觉不管男女都算延续香火 如今女人的能力难道比男人差吗 女人难道只是用来延续香火用的吗 现在女人成功就得背负骂名 至于为什么被骂 大家心里都有说 有时候身边的女性朋友总说 下辈子一定要做男人这句话 少年也能明白他们的想法 女人其实很不容易 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少年看电影 那咱们下期再见